每到週末假日 花蓮市區車位經常是一味難求 擁擠的交通也成為旅客詬病的地方 因此花蓮縣政府積極向交通部申請補助經費 辦理了智慧停車及導引系統建置計畫 在市區金三角地區還有東大門夜市周邊 等五處重要路口設置即時看板 搭配車格中的地磁感應設備 導引民眾了解最新的停車資訊 希望可以有效減少用路人找車位的繞行時間 防疫期間花蓮外地客人潮大減 但在以往每到週末假日 花蓮市區都會湧進不少觀光客前來採點旅遊 車位不足的問題也時常會讓自駕旅客 為了找停車位陷入無限的死亡繞行 因此花蓮縣政府則積極向交通部申請 1500萬元補助經費 辦理智慧停車及導引系統建置計畫 我們在花蓮市中心的部分 我們總共建置了1100個地磁的停車位 我們也將花蓮市和吉安鄉 總共有15處目前的路外停車場的資訊 做一個借接 借接進到智慧停車導引系統裡 這個系統除了花蓮交通一點通 以及我們有一個LINE的VOT群組 在將來這個上線之後呢 只要這個用路人喔 這個或者是停車位的民眾 他只要登入這個系統 就可以即時的知道了這個 相關的哪裡有空位的 這個停車位的資訊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個花蓮市的主要個五處路口 總共會建置20面的 這個智慧導引的這個高視牌 花蓮縣政府和中華電信合作 在市區建置停車導引系統 但大多民眾卻還是看都沒有 現在我當然看不懂 你剛剛你今天跟我講我才知道 對我們民眾當然會有好 就是說交通商的便利 還有一些可以抒絕一些 用色的那個情況 要慢慢適應吧 因為反正新的規定 我們就慢慢來接受它 應該應該可以吧 APP問題有些人不一定會用 應該還是要多一點 停車場 我覺得停車場比較好一點 針對停車位不足的根本問題 縣政府也放出利多 鼓勵民眾將石油土地設為停車用地 那我們提出了一個 這個花蓮縣臨時 入外停車場的一個講出辦法 那這個辦法的規定大概 這個就是說 把石油的閒置土地呢 之前沒有提供做合法的停車位 申請過的土地 那他提供出來做停車位 那經過我們縣政府 依照停車方法去申請 然後檢核符合規定 那至少提供10個 私有停車位以上供使用的話呢 我們每一個車位 單次我們補助這個3000元 那上限是60萬元 那當然如果這樣可以提供出來的話 我想我們就可以增加更多 我們是這個花蓮室的一些停車位的需求 解決大家停車位的一些問題 縣府表示 雖然智慧導引看板在市區已經隨處可見 但目前仍然屬於測試階段 預計最快要到今年8月才能正式上路 對於民眾的意見 都會納入後續的調整 希望讓市區的停車問題 可以得到徹底解決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